自在地浮潛 亲身接触海洋里丰富的生物资源 是观光客到柬埔寨的必备行程 但无可避免的事 有伤机就会带来破坏 为了改善现状 当地政府在南部海岸的高龙群岛周围 规划了柬埔寨第一座海洋国家公园 涵盖面积五万两千多公顷 要以国家公权力守护海洋生物多样性 我觉得这是一个完美的想法 没有太晚了 只是正好时间去做 加坡国家在预备上 正在柬埔寨 大家听到柬埔寨在柬埔寨里的保护 国家公园由柬埔寨环境部直接管辖 从两方面着手 第一 延续2016年的禁令 阻止当地渔夫 还有来自泰国和越南的非法渔船 在附近捕捞渔货 鼓励当地人将经济重心转向发展观光业 第二就是进一步实施严格监管 要求观光业者以友善环境的方式下去经营 保护地球资源的同时也提升民众生活品质 当地人充满信心 假以食日能够换回原本干净美丽的海洋明珠 大爱新闻旅人好编译